小回饋的部分 對那時候就連接到 離開Twitch就 接PESPAY所以才有那些 但是PESPAY我也 砍掉了一些其他的回饋 像之前還有看電影 但不是疫情關係沒看 是因為搬家之後離電影院太遠了 然後後來那些看電影的人 我都請他們看要轉聊天 還是轉其他的都沒問題 其實 魏普先知 有沒有現在就根本不能出門了 呵呵呵 再加多多再加就好 好啦那我們 大概聊到 十分 就可以準備休息啦 明天的 遊戲應該 蠻多人會喜歡 到時候大家可以好好期待 我嘴巴真的很痛 小疼小疼 好奇瞧瞧現在的經濟狀況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什麼 阿 這個觀看比較低阿或是什麼 但其實一來大環境二來 我已經多少還是站在 不是金字塔頂端 但至少是第二層的 所以 都是很OK 如果我不OK的話 那底下的人就是更慘 所以不用擔憂我 你要擔憂的都是 其他人多多去支持大家 那才會讓我們 每一個人都可以持續的玩下去 這真的很關鍵 懷念以前的吃吃臺 我現在沒有吃那麼多了好嗎 現在不太會吃吃臺阿 輕鬼 輕鬼就說阿 接下來就要等 翻譯 而且其實 這一次輕鬼X 不曉得為什麼 因為以前的 輕鬼2 輕鬼3 都觀看其實都還OK 而且後續的觀看其實都有爬起來 但是這一次輕鬼X 其實就 就真的是觀看比較慘一點 還是 因為我看台灣其實 玩的也沒有到很多 因為輕鬼X 除了他優化真的很差啦 他優化真的是爛到爆 真的讓我氣炸 有些地方都很卡 然後那個 其實我剪掉很多 就他很多地方都有廣告 每一次死掉 基本上 就會跳廣告 所以那每次就是 一死掉 阿可惡 廣告 然後就先把 所有的氣氛 先忍著 然後等廣告結束 然後再來抱怨 喔這個什麼 臭輕鬼怎麼從這裡來 莫名其妙 呵呵呵 這比較 可惜一點 分支劇情太多 但因為他主要他的分支 其實 沒有那麼難 玩出來 就他不是 他不是 一開始就分支 他雖然有一些事阿 但是那個沒有到 影響很大 那通常都是最後的 關鍵選擇 那你 你要選哪一個 就會不同結束 所以像我 有幾部都是 一部片 就可以把全結區 打出來 阿劍片 阿浩片 其實都有 所以就比較還好 可能時代變了 大家不太清楚了 也有可能 就拍他也算是一個 有 執著嗎 一開始拍單是因為以前不錯啦 觀看不錯就拍 然後拍下去就是一個坑 想說拍完到時候說不定可以再爬起來 因為大家觀看其實有些是這樣 就是你拍的當下 可能沒有到很好 但他後續 人家會不斷地在搜尋到 然後就會再爬起來 蠻多系列是一開始觀看其實沒有到特別的高 然後後續就開始 怎麼這部片已經十幾二十萬觀看了 三四十萬觀看了 莫名其妙 像是今年前陣子 應該說現在也是啦 現在YT蠻多演算法會推坑那個 影片時數很少 甚至不到一分鐘的影片 這三分鐘以下的影片 最近 不曉得為什麼就是YT 他演算法推很多這些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你首頁有時候莫名其妙 會有一些三分鐘以內 甚至就是幾十秒的 然後你這個頻道根本以前從來沒看過 然後他就推這些 或者是你有看過這個頻道 但是他就是一個可能一兩年 三年前的影片 然後是短影片被曝光 我也有幾部是那一個 像那個 之前愚人節的懷孕啊 那時候最近也有 前陣子也有再被推一次 超莫名 反正說 我剛剛在看別的 反正說很想找這種的 但是好難 哪一種 呵呵 聊一聊 完全忘了 嗯 多結局的輕軌嗎 可以上啊 喵哈陪你 因為 喔 真的是 很感謝喵哈啦 因為那個翻譯真的 很累 很辛苦 就 他以前也有漢話啊 就不曉得為什麼現在不去做漢話 你想想看他的那個廣告 喔 真的是手機廣告這麼多 他如果漢話就一定有更多的市場 去看 而且他又沒有多 多少 找後續觀看可以起來的 呵呵 沒有 那個其實都是 很隨緣的啊 就你當下也不會知道 輕軌那時候也是 輕 輕軌二相那時候拍我也還不錯 然後輕軌三一開始也是 觀看就是中等 然後那時候也是 就是咬著牙 想說覺得拍了就拍了 把他全部都拍完 然後後續他也是又再衝起來 就覺得我很 shock 他輕軌X現在是 更加咬著牙 他觀看超低 就一萬多 就是一個屬於第一關 在我系列是第一關看戲的 然後 嗨 只能說希望之後可以了 十分要到了 可以再多聊一點 想說 為何越晚 人越多呢 感謝超級留言 每次這種快要關台 就會很多人說 怎麼我才剛來你就關 好不好 統一DIS回去 DIS back 八點到十點的直播 多少年了 第一次才知道 呵呵 就是 人設是怎麼定的喔 我當初 那個阿 在2U阿的時候 單單去 設計的 他是從零開始設計 他有問了一些個性阿 相關的跟感覺 然後去創造 所以 我覺得這是最厲害的 就不是我有什麼樣的 想像 然後去跟他講 沒有 就是他自己去設計的 所以 IPP IPP 看台喜歡看直播紀錄 精華反而還好 因為最近 Minecraft系列比較多是屬於精華 的阿 因為增加了 Switch系列的影片 所以我 我一週就14部阿 不考量 週末有在多更的狀況之下 那 那些直播精華是本來就會有的 所以 就會減少一些私下錄影的minecraft 但其實也是還好 因為最近私下的 因為私下錄影的minecraft就是找地圖 最近minecraft的國外地圖其實 也比較少有趣的 就跑酷地圖當然還是一個蠻多的 但是 其他地圖就是比較少 跑酷地圖其實也比較艱難 因為 跑酷星期是適合的 就當然還是屬於比較 多是 希望一級可以跑完的 不會跑到兩級 那有些要跑到兩三級的 之前跟敵術有嘗試過 然後反而觀看其實就沒有那麼好 就比較可惜 所以就 比較不會有這種多餘的跑酷 但是跑酷星期是有打出一個 名聲 呵呵 所以 那個系列其實都還 有 穩定的觀看 很感動 很感動 Youtubeminecraft遊戲影片整體觀看是不是下降 恩 應該說是 不只是遊戲啦 應該說不只是minecraft啦 整個遊戲的其實大部分都下降 YT市場已經很飽和了 不只是台灣 就是整個 就是你看 YT都有那個數據阿 就是 今年的總觀看數 2020年的總觀看數 2019年的總觀看數 就是 它已經差不多了 過往是在提升當中 所以提升當中 一定就是大家都 賺寶寶 當它穩定的時候就代表什麼事情 就是 大家 更多的均分 以前 一百個人分一百塊 一百個觀看 那現在一千個人分一百個觀看 那會怎樣 有些人就沒觀看了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但是就一樣啦 我這邊當然會持續努力 但是也不用擔憂我 因為 多少還是站在比較前面的 就是還是要 多多支持 其他 我們 所有的小夥伴們 因為大家 持續支持 我們才有 才有辦法持續做嘛 因為我們很多 幾乎 都是全職了 只有那種少數 還是臭學生 年輕人 可惡 對啊 除此之外 大部分我們都是 畢業了 都是全職在一起做 那 如果收益沒有辦法 很OK的話 那就可能就變成是 外面要找工作 然後 這邊是在維持夢想 二刷也會記錄觀看次數啊 沒錯 它不會記錄的就是你 影片打開來 F5 F5 那種是無效的 對 但是你真的有完整看 那 是有幫助 可是 其實也不用到 說 就是你 呃 你睡覺然後去輪播 那個影片 其實也不用到這個樣子啊 就不用 那個電費 更貴 呵呵呵 就不需要到這樣 就是 欸你喜歡的話 可以點來看一下 即便你可能看個 兩三分鐘 三四分鐘 那你其實也是不錯 可以來看看 他最近在幹嘛啊 對不對 他這系列是在玩什麼啊 可以 多多來看看 巧克力有夢想開什麼店嗎 團團最近開那個真的是 我覺得真的很猛 而且我真的必須得說 他真的是超出 我的預期太多太多了 因為原本會覺得 這個 多少會覺得 不是這行業的人嗎 那你去開店 一定很難做到 比外面的還要高規格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啊 就是他的店 我覺得你跟外面比 都是很 很數一數二的 唯一差的就是地址 就是比較遠 可是 那只是對我們而言 因為他那個如果是打進 當地的 市場的話 那其實 說不定那邊是個絕佳位子 因為畢竟重點是 我們去買 觀眾粉絲 自己人去買 那是偶爾的 那最重要的是 當地的居民 會喜歡 願意每天 常常去買 那時才是關鍵 他的店 不僅是裝潢 食品 各個都 都是比一般的 就是你吃片 很多好吃的 都是 那是可以跟他抗衡 甚至超過 就是覺得很猛 我以前當然是也 小時候都會想要去開啊 像是什麼 巧克力專賣店啊 對不對 不賣你巧克力啊 每一個我都要自己吃啊 呵呵呵 沒有那麼誇張 就是會想要去嘗試 只是 看過蠻多YouTuber 也有去 跨行去做這方面的 那真的覺得 很吃力不討好 太累了 還是算了 頂多就是那種加盟 對不對 就是出資 你知道你搞 搞定一切 不會想要從零開始去做 那個 太可怕了 如果真的要有那一天 那我可能 可能就是 退休 好久以後 退休啊 啥都不做啊 可是我覺得也很難 因為如果是這樣 我也不會想得多累 呵呵呵 我就會想說 幹嘛 對不對 退休就是怎樣 就是 耍廢直播啊 因為玩遊戲是一輩子的事情啊 就是繼續 這邊 玩遊戲耍廢 這個太累了 太猛了 疫情就爆炸 這真的沒有辦法 但是 熬